马云告诫儿子,抢钱的时代,你人再好有个屁用,震撼亿万人 观看数,332人马云告诫儿子,抢钱的时代,你人再好有个屁用,震撼亿万人 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你,有人羡慕你,也有人讨厌你,有人嫉妒你,也有人看不起你 你所做的一切不能让每个人都满意,不要为了讨好别人而丢失自己的本性,因为每个人都有原则和自尊 别人嘴里的你,不是真实的你,一样的眼睛,不一样的看法 一样的嘴巴,不一样的说法,一样的心,不一样的想法 一样的钱,不一样的花法,一样的人们,不一样的活法 鹰,不需鼓掌,也在飞翔 深山的野花,没人欣赏,也在芬芳 不管你未来是自己创业,还是上班,请记住,工作不养闲人,团队不养懒人 没有哪个行业的钱是好赚的 干工作,没有哪个是顺利的,受点气是正常的 让人迷茫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本该拼搏的年纪,却想得太多,做得太少 在这抢钱的时代里,未来这六种人最容易赚钱,一定要多结交这样的朋友 读书学习好与坏语,做生意赚钱完全是两码事 书读得好,生意不一定做得好,做生意需要头脑灵活多变,想到就要做到 办事能力和办事效率很强的人,一旦有赚钱的生意马上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做 要付诸于行动,敢做,敢干,只有这样才能抓住机会 三,不安于现状,不断努力的人一天三顿饱,老婆孩子热炕头,一辈子捧着铁饭碗的人 永远没有赚钱的机会,够用就行,要那么多钱干吗 这句话是那些赚不到钱的人了以自卫的名言 就像貌不惊人的男人一心一意地追求漂亮的女孩往往能成功一样 受穷的人因为感受到了贫穷的切肤之痛,而越有赚钱的欲望和精神 一个人单掉地上下班,把固定的薪水存在银行,年复一年,到头来也攒不了很多钱 六,很有自信心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首先要有信心,相信自己是最优秀的,最棒的 这样您就能把自己最大的钱能发挥出来,信念是通向经商致富路上的指名灯 以后,遇到这三种人,就不要去打扰他们 一,没有梦想的人,我们不要打扰他 二,借口太多的人,我们不要打扰他 三,没有主见的人,我们不要打扰他 因为他斜线他们宁愿受穷受折磨,痛哭流涕去后悔 也不愿改变一点 改变是痛苦的,不改变是更加更加痛苦的 人的差异其实很小 一,你在赖床,他在锻炼,所以他比你健康 二,你应付上班,他用心工作,所以他成了你的主管 三,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所以他比你掌握更多先机 四,你在找借口,他在解决问题,所以他比你事业有成 五,你在消费,他在理财,所以他比你更富足 六,你在算计自己的利益,他在考虑对方的利益,所以他比你更加有人脉 最后再送你,一,人穷的时候,要少在家里,多在外面 富有的时候,要多在家里,少在外面 这就是生活的艺术 二,人穷的时候,钱要花给别人 富的时候,钱要花给亲人和爱人 很多人,都做颠倒了 三,人穷的时候,不要计较,对别人要好,这叫人穷至不穷 富的时候,要学会让别人对自己好 自己对别人更好 学会舍的,这些奇妙的生活方式,很少人能够明白 四,穷的时候一定要大方,富的时候,就不要摆阔了 生命已经恢复了简单,已经回到了宁静 五,年轻是最大的富有,但要被家珍惜时光,贫穷无需害怕 懂得培养自己,懂得什么是贵重物品,懂得该投资什么,懂得该在哪里节约,这是整个过程的关键 六,别乱买衣服,少买一点,但是可以买几件很有品味的 多在外面吃饭,要吃就请客,要请,就请比自己更有梦想的,更有思想,更努力的人 七,一旦生活需要的钱已经够了,最大的快乐,就是用你的收入,完成你的梦想,去放开你的翅膀 大胆地做到,超越梦想,去让生命经历不一样的旅程 不管你未来有多成功,或者失败了,一定要记得这十句话,没有人会为你的痛苦买单 心情是自己的,时刻提醒自己,我爱你 苹果最光辉的时刻,就是砸在牛顿头上,相信自己是最好的,说不准下一个被砸的就是你 没有人会搀扶你一辈子,你总得为自己谋一个吃饭的本事 爱情使人忘记时间,时间也会使人忘记爱情 不要让太多的昨天占据你的今天,请相信,是你的不管你怎样任性他都不会离开你 失去的其实从未真正属于过你 这世界上除了生命,其实没什么东西让你迷失自己 学会笑着承受,笑着对风风雨雨说,没什么了不起 善良是做人的基本,不要为了名利而失去本性 女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 一点宽容会让别人感激一生 女人应该有一点清高的资本,这资本源于自己不懈的努力 记得时刻充实自己,永不放弃 我爱你时,你才那么闪耀,我不爱你时,你什么都不是 这句话不但适用于爱情,也是用于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